好 那我們呢 請老師呢 您先到這個網址 我們的資料呢 已經都準備好了 您進到這個OneNote的網址 1234-1 knoww.net 那麼您如果要註冊的時候呢 它有幾種方式 好 您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螢幕比較小 所以這個畫面會比較偏到中間來 它有標準的方式 您用會員登錄 這是一種方式 那您可以選擇 用這些社群的帳號來做登錄 那這個是最單純 最單純 那另外一個方式是 比如說您想用學校的信箱 也可以 直接用學校信箱來這邊先做一個註冊 那麼 用這種方式的話呢 它會寄封認證信給您 所以您要去收信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還有點麻煩 沒有關係 我們在這裡 有一個叫訪客登錄 好 訪客登錄的部分呢 OneNote它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 它在進入這個平台 不見得一定要很正式 你用訪客也可以有8% 90%的 就是一般會員的功能 所以您按一下 就會直接產生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您只要把這個代碼記下來 下次呢 您可以用相同的代碼再繼續登錄 您的學習紀錄 有加入的這些群組啦 課程都會留在上面 好 您看我按一下 有沒有 這就產生八位數了 您可以把它記下來 那如果萬一你就這邊沒有記下來 也沒關係 進去裡面之後 我們在右上角這裡 您看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您的代碼還繼續在這邊 對不對 代碼一樣在這邊 在這裡 就在這邊 所以 待會您進入之後 可以把這個地方 來這個地方 您可以更新一下您的個人資訊 因為這樣的話 只是訪客對不對 不知道是哪一位嘛 您可以按一下 把您的姓跟名 修正一下 修正一下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研習的資料 會放在這裡 您會進來 會發現上面有個叫發現 發現這個地方呢 有分課程跟群組 課程比較像教材 一般我們講的教材 那群組就是有一般 國中小比較習慣稱作班級 好 班級的概念 那我們今天呢 是放在群組這裡 您在發現這裡所看到的 都是屬於公開的 都是屬於公開 但是1.0上的課程有沒有一定要公開 沒有 您可以自己選擇要公開要不公開 所以您進到這個群組 我們的永遠都會在第一名 我通常都在最後一課才開放 所以不會被擠到後面去 這樣您就找到了 好 那您也知道我是哪一位的 對不對 因為我其實有很多公開課程 有放在上面 好 放在上面 那您點進來之後呢 您到右上角這邊就有個加入 有一個加入就可以直接進來 這樣就可以進到我們的課程裡面來了 好 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研習的群組 那您往下走之後呢 您看一下在這邊 我們今天呢 除了就是 今天的實體的研習之外呢 我們在下面 這還在跑 我回到這邊來 我電腦有點卡卡 好 在這裡 就是我們今天研習結束以後 還有一個線上研討 因為如果老師你回去 真的想用看看 因為one note他有個優點 是他的什麼 學習曲線是相對比較 不會太難的 我相信對大家講 一定很容易上手 那如果萬一你還有一些問題 我們會在這個時間 在線上等各位 不是一定要參加 就是你老師是個人需要 是個人需要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簡報呢 您手上應該沒有特別印出來 因為都是透過email發送給您 所以您可以在這邊直接看到 也可以直接進到這裡看 那我們真正教材的內容放在哪裡 這邊是最新消息 那麼您看到旁邊這裡有一個任務 這就是我們今天真正所有教材放的地方 您打開這個 有沒有這個幾個單元幾個單元 裡面就可以看到這些教材的內容 這樣OK了嗎 可以了 所以麻煩各位 您先到one note這邊 您可以用一般的 一般的這個賬號註冊 也可以用訪客的都沒有關係 好 好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您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